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0岁 40岁甚至50岁以后 人生基本趋于稳定 对于爱情的渴求会变得极为现实 如果涉及到婚姻 除了考虑自己是否喜欢以外 还会考虑双方的条件是否匹配 是否合适 虽然从某种角度来看 会让人觉得极为现实 但是对于以后来讲 物质条件无异于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的保障 只是相比于年轻姑娘而言 中年女人可能更难追 此时的她们不仅变得极为现实 而且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渴求会相对不那么强烈 因为她们基本具备养活自己的能力 哪怕不依靠男人也能过得风生水起 基于此 就别再以为一味的花钱就能撩动她们的心了 花钱取悦和讨好等都是没用的 只有知道她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需求是什么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 从而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想搞定中年女人 真正有效的方法不是花钱 而是多聊以下三个话题 这才是打开她们心扉的关键 一 聊一些相似的兴趣爱好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怎样才能有效的拉近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 对于女人来说 处在不同的年龄段往往有着不同的需求 正如作家张小贤曾说的 二十岁时追求不平凡的爱情 三十岁则不仅仅看中爱情还会在乎价值观 四十岁时会追求灵魂伴侣 到了五十岁就会更想要找到一个生活的伴侣 诚然 女人到了中年以后更在意精神上的契合 如果能找到灵魂伴侣莫过于最大的幸运 所以这时候跟对方聊一些彼此之间相同的兴趣爱好 更容易走进对方的心里 因为这些相似点会让对方以为你就是那个真正对的人 二 聊彼此之间共同的人生理想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 男人和女人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尤其是在两性关系里 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通常来说男人是理性的 而女人是感性的 所以想追求女人就不能用男人固有的思维 而是要想一想女人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说男人更注意实际的话 那么女人则更在意情怀 这时候多跟他聊一些人生理想 便更容易走进他的心里 慢慢的引起他的好感 著名主持人董青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我最不能容忍的是男人的愚蠢 最欣赏的是男人有一定的头脑 我觉得男人最重要的是有智慧 其次才是视野心和责任感 为什么他会如此在意男人的头脑 无非是因为他觉得真正聪明的人会审视夺势 将这种能力应用到两性关系之中 则更容易处理矛盾和分歧 从而经营得更好 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亲密 三 聊彼此的优点 让欣赏慢慢变成好感 今无足智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 但是在爱一个人时往往会变得盲目 我们很容易只看到优点而忽略缺点 对于被关注的一方来说 如果你总是聊一些他的特长和优势 那么他会在你面前找回久违的自信和存在感 从而对你另眼相看 这就要求你一定不要吝啬自己的夸奖 多去发现他美好的一面 优秀的一面 而后针对这些优点展开论述 慢慢的 他就会敞开心扉 开始信任你 有句话说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 六月寒 多去说一些赞美的话 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关注 在意 重视和欣赏 久而久之 你的付出便会得到回应 一个人若是被爱着 必然会感受到的多 跟他聊一些彼此的优点 会加重好感 也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何乐而不为呢 不要觉得追求一个喜欢的人很难 用对了方法足以事半功倍 如果足够幸运 对方刚好和你情投意合 那么何时在一起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这一生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并不容易 希望我们勇于抓住幸福 好好珍惜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Suk 林聪 b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